兩隻老鼠都關事了 你覺得呢?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那你浪費了一條問題 我才問甚麼 我沒有問題 你有問題? 沒有問題 Hello 大家好 我是Snap Us 中文導師Sugar Snap Us 中文導師哈利Sir 我是今天來挑機的Winsey 又見到你了 又是我 我聽說這次的玩法跟之前不同了 嗯哼 那不同就對了 大家夠公平了 好 打和 那即是怎樣玩 這次玩法 是用蝶味股的形式 由答案股發過歷史故事 台上放有幾樣 和歷史故事相關的重要物件 我們要透過物件 各自去組織一個故事出來 每個人都可以問工作人員 兩條yes or no question 幫助我們組織一個故事出來 這次就不用你們猜答案了 因為答案是 理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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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絲運暑是出自堂師的 要你形容一些熱心功名利錄的人 甚麼叫暈 暈是廁所的意思 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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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暈 廁所 有鼠 一個物件 老鼠 那個鼠有沒有說是老鼠 仓鼠 天竹鼠 還是 還是米條老鼠 米條老鼠 你們想清楚 因為你們只有兩個工作人員 我們三個人連起來才可以這樣 剛剛我們自己在討論 每人兩個問題 咦 我們可以談談這些問題機會 可以 我們是否共同 隊制形式去贏 不是 每人組織一個故事 咦 咦 咦 我們現在就割蓆一下 我這個是鬼妹仔 不懂歷史 以我的一個中文指證來講 如果你說公明利錄 比較道理化一點 故事通常是完美的 即是我們實際的語言 抽獄 這個故事是完美的 即是在老鼠都可以 五小時後 你講完好像廢話 對 怎樣 怎麼組織一個故事 你的衣索語言 是否也有講過 衣索語言 我看交流童話 交流童話 我喜歡 我的問題是 這個粟米是否給老鼠吃 是 是 是 好 那到我了 我對這個有興趣 這個是不是有掌精意義 張光 是的 我不是就是 怎樣 有甚麼好嗎 我今天美不美 昨天有故事無關 要YES 我沒有 那你浪費了一條問題 不知道問甚麼 好醜 這個廁所是否你撕的 是的 是的 等一下 你有沒有甚麼想問 我幫你問了 你試試幫我問多一條 我幫你問多一條 這隻是否 養衰的老鼠 這隻老鼠是否在廁所裡出現的 你覺得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以為隨便打一條 有甚麼要問 你放棄嗎 你不問嗎 這隻老鼠是否在廁所裡出現的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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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個洞 我想撿它進去 嗯 有頭緒 有點頭緒 是的 你先 我現在要說故事 是否要說故事 我們 幾分鐘 好 等等 好 又答案了 你們的李斯混鼠故事是怎樣的 為什麼呢 我決定打錯二排 剛剛問了一個問題 這隻老鼠是否在廁所裡 我先放進去 是 是的 它是瘦的 它是肥的 當然它有得吃 這個大冰 我當它可能是李斯 李斯是一個人 嗯 說了那麼久 你才是一個人 他去廁所 然後見到 肥老鼠在吃粟米 嗯 又見到 一隻瘦的老鼠很可憐 在廁所裡 又臭又臭 即是在茅廁 那時候是茅廁 六十多年 然後就引起到 是的 引起到 可能李斯 他覺得 為什麼同樣都是老鼠 為什麼他們 好像 五個字 同人不同命 同鼠不同命 同鼠不同命 為什麼一隻老鼠可以吃粟米 一隻就要在茅廁中 這麼骯髒 我想是這樣吧 完 是否到我說了 但我的故事有少少不同 我故事都是一個瘦的老鼠在廁所 一個肥的老鼠吃粟米 但是呢 就是一個 將軍用來象徵打仗時期 沒有資源 所以 沒有資源之下 不是戶人都有食物 所以這個人有食物 因為他有主人養 而這個人沒有食物 因為他沒有主人養 公明利錄就是 一些如果他想有優厚的生活條件 他就會去投靠別人 這些人就是追求公明利錄 就是會 歐如奉承 好像肥老鼠一樣 好像最後連結到他的道理 對 嗯 忘記了本身道理是什麼 對 對 你有沒有跟我們說 差不多一次 你們從這邊來 我從這邊過來 有一天 他去到公廁的時候 看到有老師 他喝著酒 不是 在吃東西 在放題 米田供放題 然後李斯又來看見他 哇 阿斯先生你在做什麼 哦 即是他懂得跟老師說 有對話 他覺得有些感受 哦 他覺得 太常的世界 真的很米奇妙妙屋 哈哈 然後又覺得很噁心 在放題 然後他就去完廁所 出來 看到有隻蝦母太郎 這麼胖 在吃粟米 又在放題 同樣是放題 一個是免費的 這個就是吃的很豐厚 哦 有香甜 這個有差 沒錯 他又覺得 在同一個老鼠 在不同的景地之下 原來他們會有不同的情況 他們只是用我的故事 放進去 對 因為你有中國文化 你很聰明 我靠創意取勝 我靠抄襲取勝 你看正確答案是什麼 是嗎 正確答案是什麼 是哈里松最來接近的 哦 好 謝謝 兩位其實我是知道這個故事的 哦 OK 知誰說我們 好不要緊 為了聽聽這個故事說些什麼 其實都很有意思 首先 李斯 大家不知道 你們知不知道他是什麼國家的人 李斯朝鮮 嗯 是不是韓國人 是中國人 天國裡面的楚國 哦 他年輕的時候 是做小官 有一次他在官吏附近 就去廁所裡面 就看到老鼠在吃髒東西 吃什麼大家都明白 當時看到有些人 或者狗走過來的時候 他就很害怕 啊老鼠啊 對 不是 是隻老鼠很害怕 老鼠 是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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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走了 然後 李斯呢 他就有空走到糧倉裡面 這個鬚米 是掌揭著糧倉 哦 他看到裡面的老鼠 吃些糧食 又在一些很漂亮的屋子之下 就養得肥肥白白 又不需要擔心 人或狗去騷擾他們 那就是管糧倉的官 不盡忠職守 你那些老鼠進去 你可以這樣說 我們去玩出頭數 哈哈哈哈 那李斯呢 有嘆嘆 他說 一個人 是出色還是不出色 也是在課堂上所說的 言不肖 其實就好像老鼠一樣 是由自己的環境去決定的 很慘 這隻老鼠就是贏了起跑線 是啊 一出生就有一個糧倉 為什麼呢 那當然 其實你可以選擇自己的環境 他覺得是這樣 之後呢 他就向這個孫子去求學 大家知道他最後成為了什麼身份 我知道 這個巡國的一個城城 沒錯 都看見他學有所成 大家就明白這個故事 剛才所說的混字就是這個廁所 就是我們的馬庫 馬庫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知道故事的語意 就是我們的環境 是對我們的成長 或者我們的成就 是有所幫助的 嗯 我都學到東西 真的很厲害 那你播的 上去放課 我不考試很久了 為什麼要你學 好 待會見 那大家如果想和我們一起看一下 故人搞哪科的話 就記得留意我們的新的節目 記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我們snap us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每個星期都有新的片段 和大家去看 好 下次見 拜拜 大部分的中文老師 只是正於一種的問題 而我在不同的範疇 都是聖人一籌的 更加重要的是 我拿五星星不是單扣文筆 而是在考試前做足功課 在一年四課的精讀班 我會教學你 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做足準備 輕鬆應付所有的問題 同時用最簡單的文字 拿Level 5 或以上的成績 文不差都一樣可以輕鬆追悟 期待在我的中文作文速效課程 見到你 為甚麼 顏色做足夠的 作為掌握 一整個掌握 成績